大家好,我是雪山,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希望的頻道會在每周四更新精品咖啡的一些技巧以及小知識 所以如果各位喜歡精品咖啡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一期精品咖啡的支持囉 好,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氣泡水咖啡 如果各位最近在可能各大咖啡館出沒的話 就發覺說這個幾乎已經成為夏天的一個標配 那學長其實最近也是因為天氣太熱了 實在熱到一個要死要活 所以學長喝氣泡水喝得很兇啦 我平常就是喜歡直接純水加氣泡水 然後就打歪以後就狂喝 所以今天學長也教大家如何利用我們一般氣泡水機 來跟咖啡做結合 怎麼樣的咖啡會比較適合做這個氣泡水咖啡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簡單聊一下就是氣泡水機 因為氣泡水機其實這幾年很風型嘛 那學長呢就是喜歡用這支sortus dream的氣泡水機 好,那先簡單的跟大家講 裡面有個二氧化碳鋼 其實你這一支可以用很久 像學長去年夏天就一整支都沒喝完 到今年才換第二支 那這個鋼瓶其實就是 你用完以後呢就可以去sortus dream的相關門市去一換一 就會價錢會省蠻多的 那接下來呢就是 這是它附的水瓶 那水瓶呢就是你可以先冰冰下面 冰的冰冰涼涼涼的時候呢 然後呢瓶蓋把它打開 然後非常非常簡單也不用其他的東西 就是一支獨立的嘛 把這個插進去以後呢 它是斜斜的 然後呢你把它往下推 它的上面就會有個卡榫 把你的水瓶卡住 好,這個時候就已經完成密封的狀態了 然後就按這個 看到 就開始 把二氧化碳打進去 然後你這個水就變成碳酸水 就是所謂的氣泡水 那你可以看你想要打多少 像如果你想要打的是那種 氣泡很飽滿的 那你可能沒辦法喝太多 因為它很飽滿 你可以打個 三下到五下 三下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喝有一點氣泡感的話 可以打個兩三下就好了 像我們今天要做那個 氣泡水咖啡 建議大家可以打個五下就好了 OK 那打完以後呢 就可以把它往上扳 可以聽到聲音 喔好多氣泡 打開以後 這個就是 氣泡水了 那你可以把它鎖起來 你要用的時候呢 你再把它打開 倒到你的飲料裡面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 這個氣泡水的製作很簡單 那如果你懶惰 只是想喝氣泡水 就直接就口喝了 也是很爽 平常就是這樣 那氣泡水做完以後呢 如果你現在要做 氣泡水咖啡的話呢 一來呢 你可以選擇就是 平常你手沖 可能沖完沒喝完 或今天特別沖多一點點 好 比如說像這樣 你可能呢 晚上先放冰箱裡面 讓它變成冰冰的 隔天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一個 你沖完的咖啡來 加氣泡水 好 比如說像這樣 可以加一點 冰塊加不加都沒關係 因為畢竟呢 你這個 咖啡它已經冰鎮過了 而且你氣泡水是冰的 可以先加一點點 加個 加一點點 然後呢 加大概三分之二左右 好 然後呢 剩下的就加 三分之一的氣泡水 可以看 現在的氣我打 大概打得很足 三分之一的氣泡水 你看到 表層會有一整層的泡泡 那這個就是 最基本版本的 氣泡水咖啡 嗯 那其實風味本身呢 就蠻好的 但是呢 學長今天要教大家 第二個做法 就是我專門為了 氣泡水咖啡來沖手沖 因為這樣子的濃度呢 會比這個 稍微再高一點點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確認我們的粉量 那我們粉量是要抓到 30克 比平常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 預留一點點濃度的部分 所以用多一點點的豆子 OK 好 那我們先 倒30克的豆子 好 接下來呢 豆子的選擇 我想建議各位呢 可以學日曬豆 因為冰咖啡呢 其實 用日曬豆來處理 加一些做冰的情況之下 它的香氣的表現 啊 豐富度呢 都會比水洗豆來的優秀 當然如果各位想用艷氧豆 其實也是適合 就是那種發酵味比較明顯的 水果掉性比較明顯的豆子 都很適合來做 那研磨度的部分呢 比平常 細一點點就好 不用細太多 略為細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弄得太細呢 太追求濃度的話 它其實容易有苦雜味 所以沒有必要 但是呢 你不會用到 很高的水位的 所以不用擔心 01的浴杯就可以 水溫的部分呢 稍微比平常高個兩三度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93度 好 接下來的動作呢 請大家稍微看一下囉 好 好我們先做悶蒸 悶蒸的部分呢 正中間給下去以後 一樣齁 正中間停留一下 往外繞圈 好 30克的情況之下呢 給45克到60cc 都是ok的齁 所以看學長59克就是ok的 然後等待時間呢 大概等一分鐘左右 悶蒸時間拉長齁 因為我們為了它的香氣更飽滿 對齁 所以我們讓它的悶蒸時間 拉長一點點沒有關係 好 那待會特別注意齁 我們待會分兩段沖煮齁 第一段呢 我們用正中間給小水齁 為什麼要給小水呢 因為呢 碳酸水 就是所謂的氣泡水呢 它本身呢 會一點點酸味 酸質會比較明顯 所以如果你沖得很酸的話呢 酸上加酸 你喝起來會比較不自然齁 所以建議各位呢 可以酸質稍微減少一點點齁 所以酸質減少的就是我第一段的 給水的情況下呢 我稍微 做小一點點齁 你整體喝起來就不會酸 會有比較甜的部分齁 好 大概一分鐘了 正中間齁 我們一樣 偏小水 OK OK 正中間打通水道 好 等到中間的泡泡湧出 好 用小小的水 收到180 可以看到齁 平常學長呢 如果正常充足的話呢 水不會那麼小 但是呢 今天我們要做這個氣泡水的冰咖啡齁 所以呢 我們水可以稍微小一點點 然後呢 在正中間不用往外繞齁 我們還是要做輕量的果酸 但是不要做太酸 酸甜酸甜的 喝起來比較好喝 好 到180 好 斷一個水 讓它休息溜完 然後第二段的部分呢 我們就很簡單 就往外繞圈 也是小水齁 順順往外繞圈 好 第二段齁齁 正中間給下去 好 順順的沿著這個白色泡泡看到嗎 白色泡泡慢慢的 不要急齁 慢慢繞就好了 不急 把白色泡泡推到外圍去齁 推到外圍去 好 讓我的粉呢 全部都吃到水 進入一種小浸泡狀態 然後給到最外圍以後呢 可以順順的繞回來 到300cc 收 可以看到 所有的粉都會浸泡在裡面齁 整體時間不會很長齁 大概在2分半到3分鐘之間齁 不會超過3分鐘 超過3分鐘的話呢 可能是磨太細了齁 2分半左右就好 像學長現在流完 大概是2分40左右 就完成了齁 那這個濃度呢 是1比10 平常學長喜歡的濃度呢 是1比15 那我們今天預留了就是5嘛齁 這1比10的濃度 預留5的濃度呢 我們就可以用來加氣泡水 好 我們可以每次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 加一點點冰塊 那冰塊的就隨意啦齁 因為畢竟就是 它本身都是已經是冰的東西了齁 所以你就可以隨意 自己看你想要加多少 對 然後呢 好 冰咖啡的部分呢 原則上呢 我們可以加到150左右齁 好 150 好 冰塊多了 150 然後剩下呢 100左右呢 我們加氣泡水 好 好 OK 剛剛好100齁 這樣大概是咖啡 150 然後它氣泡水 100左右呢 完成一個濃度 是剛剛好的 氣泡冰咖啡 就是它濃度呢 會跟你平常的手沖喝起來很像 就是有足夠濃度 但同時呢 它又有氣泡感 會讓你感覺起來很清涼 那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在沖的時候 特別用稍微小一點點的水 所以它的甜質呢 會略為大於 原本咖啡 原本甜質會略為大於 酸質 但是加了氣泡水以後呢 它會有大一點活潑的酸質 兩個綜合起來以後呢 喝起來就會酸甜酸甜 喝起來非常的舒服喔 那如果呢 你還喜歡喝 稍微再甜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稍微啦 自己控一下喔 加個三克的糖喔 一點點喔 三克沒有多少熱量 但是也 喝起來也是不錯喔 就可能會比較像 外面一些咖啡店它做的方式喔 如果不加其實也很好喔 像學長是 基本上不太那麼加糖 本身咖啡如果夠甜的話 不太需要加糖喔 那這個做法呢 真的就相當好喝 而且呢 還可以表現你這個 精品咖啡豆的本身的 香氣啊跟特質 所以非常的值得大家一遍囉 各位這個夏天喔 如果覺得好熱好熱喔 一方面 可以試試看 剃爆水冰咖啡 或者說買個氣泡水 來玩一玩 其實真的不錯喔 因為這個 在對於你的吧台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石的 一個小小的工具 但是呢 可以讓你整個夏天都非常清涼囉 OK好 那我們今天從這邊為止 各位如果問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希望再為大家做解答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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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